哇,現在有一個網友知不知道 我現在跟誰講話 跟除了網友之外的其他人 因為我這個頻道是很多人在看的 有個叫田豐明 不好意思 不行,你認識我 要跟我溝通一定 我們就是完全是坦坦白白的 光明正大 沒有,就是某網友 跟我對談的聊天啊 這很多網友啊,加了我的好友啊 也都不講話 都在旁邊默默的看 相信女孩子都不出來跟我講話聊天 出來見面打炮的 奇怪 那一開始 先馬上我也不會跟人家扯到什麼 共產黨 共產黨 對,不會扯這些 最後還是要扯這些 可是啊,現在有一個很棒的一個 一個底嘛 對不對 我們底是這些嘛 什麼孟子莊子傻子 傻子呆子瓜子的對不對 有直接底啊 就沒有問題了 這個東西啊 理論這樣下來啊 就是會牽到什麼 因為太聖賢了 就會牽到 無產經濟專職 然後就會牽到 你這個 我們要去 這個 要跟百姓啊 要做一些 幫助百姓的事怎麼樣 你就要人要去做 那就什麼 這個 這個 所謂的自清跟貧下總統嘛 毛澤東的女人 其實啊 我跟你講馬克思這個東西啊 馬克思三個字啊 根本是我們利用的一個洋人面孔嘛 我們從頭到尾就是只是在搞一個 全部都是一種菩薩精神嘛 對不對 那有些 可能在這個背景啊 你看現在沒有人講烈尼 為什麼 因為烈尼 烈尼被人拉倒了 你現在叫什麼 馬克思烈尼主義 現在不講烈尼 馬克思主義 因為烈尼被人拉倒了嘛 難看嘛 我跟你講 現在慢慢坦白了 我跟你講 馬克思主義啊 馬克思啊 也沒什麼意義啦 馬克思只是我們利用的一個 洋鬼子面孔 你知不知道 從頭到尾跟洋鬼子 從頭到尾跟洋鬼子關係真的不大 你有沒有發現 從頭到尾跟洋鬼子關係真的不大 欸 有一個進來 我在多透露一些我的東西 好不好 哇 這足夠大陸 你要這個 你聽得懂吧 馬克思 馬克思是我們利用的一個洋人嘛 我們是在搞 恐慕老樁是四十五斤的聖賢之道嘛 是不是 這跟洋人有個屁關係啊 這跟洋人有個屁關係啊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